比利时公布了其通胀率和GDP增长数据 通胀率显示其已经摆脱负值区 此刻处在约0.29%的水平 同时GDP增长显示为0.3% 是否可以说比利时的经济在复苏呢 我是吉奇卡沃克 今天与我联系的嘉宾 是牛津经济的汤姆·罗杰斯 汤姆 比利时最新通胀率为0.29% 高于预期水平 负0.2% 这是否意味着该国经济在加快 过去几年中比利时的经济在逐步的恢复当中 今年以来一些积极的因素对经济复苏产生了影响 主要的消费者支出数据强劲 在石油市场价格走低的背景下 消费者得到了优惠 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开支 过去的一年里 能源成本降低了10%至15% 这反过来对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而欧元的贬值同样对比利时的贸易产生积极影响 可以说今年上半年 比利时的经济复苏会略有提升 比利时出口对GDP推动占据2% 本月的出口增长也为4个月以来的新高 在此背景下 该国GDP增速达到0.3% 您认为出口是否是经济增长积极态势的主要驱动呢 季度GDP增速为0.3% 数据符合我们的预期 去年比利时经济增长并不稳定 但是从今年开始 该国的经济复苏逐步的稳健 主要是由于消费支出 与此同时 比利时在欧元区工业生产 供给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 相应的对欧元区的积极因素 也能够不错地推动比利时经济的增长 而且对德国和法国的出口显著增加 我相信未来几年 出口会在比利时经济复苏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而且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受益于未来一到两年内 弱势欧元汇率 本周比利时还将公布失业率 和年率零售销售数据 您预测这些指标是否会保持稳定 还是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呢 我认为失业率将会维持在8.5%左右不变 过去两年里 劳动参与率有所增加 这也意味着劳动力的增长 不过尽管许多公司在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但失业率还是变化不大 很有可能本年度也不会有所变动 还是会维持在8.5%左右不变 之后可能会开始逐步的缓慢的下降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零售销售的显著增加 随着石油市场价格的下走 消费支出变得强劲 我们同时预计随后的零售销售数据 还会更加的强劲 消费者信心增长 欧元区汽车销售量也出现增加 这表明比利时的经济正在逐步的复苏 未来零售销售数据也会出现持续的改善 汤姆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